副市長 內科的交通 因為你有提到這個檢方 但是副市長黃先生批說 這個是三寸之石 兩方進去 你怎麼回應這個人 對那些形容詞我就不回應了 那但相對來講就是說 我覺得市府現在有一點失敗主義 跟當年那個科批那時候 八年現在競選的豪氣甘雲 看起來好像都磨損光了 那當然高速公路 我們其實跟高速國一都有關係 那如果市府有看到這問題 應該早一點就要跟我們交通部 來做相關的溝通 地方政府本來就是在發掘問題 找出問題 然後跟中央一起來合作解決問題 就好像說我未來選上市長之後 那我自己要好好的做事情 但是我要靠什麼 我要靠減蘇培 我要靠曾俊建 我要靠這個王敏昇 王敏昇 陳盛文 好的市議員發掘問題 然後我來解決問題 那一樣啊就是一層一層下來 地方政府那我呢 我從他們得到問題 我想出解方我要解決問題 需要中央協作一起來的 那當然我要跟中央來討論 那這樣整個的一個政府的運作 才會正常 才會有力 才會快速 市長剛剛提到說這個失敗主義部分 因為您昨天也提出說 要用前路工法來解決內科的交通爭議 不過其實從過去的好時代到柯文哲 也都提過類似的這個做法 但是好像最後都評估是不可行 因為地下管線等等的問題 那黃珊珊也說 這是紙上畫一畫而已 所以您是確實有跟他們不同的一個做法嗎 沒有 因為當初以前評估的 都是從港前路出來 主要都是前頓從塔幼路 然後越過在地下 因為大家講說在上面就有一些 飛航的一些問題 那都是一些大家都從地下來走 那地下以前都從港前路 那港前路相對比較小 體頂大道多很大 那港前路下面將會碰到我們東環段 也會碰到我們大排水相寒 這些東西都有它施工上的困難 所以那時候評估就是說那個是不可行 我們也知道那個評估過 所以我們以前的資料也有拿來看 但是呢 這條不可行 那再找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精神就是說 不是說遇到困難我們就退縮啊 遇到困難我們就再發掘再找 那找專業的來評估 所以我們找到了這一條 從塔幼提頂 然後這提頂可以讓大直內湖直接出來 到松山信義又解決了在裡面擁塞的問題 我們覺得是一條非常好的路 然後這裡面大概預期希望能夠七年能夠來完工 因為我想要請教 那廣東網上其實還有特別提到說 這個其實這樣子的方案可能會造成松山那邊的賽車更嚴重嗎 不知道有沒有 松山裡面當然就是在這裡面 如果他現在要想到這問題當然很好 那松山將來怎麼樣分流 大陸怎麼樣做 這都是一體規劃的啦 整體來做 不是想到什麼地方就做到什麼地方 所以我覺得 市府我看還是要講就一點失敗主義稍微濃厚的一點 來到這裡就像在塔 這裡就解決問題啊 遇到問題就解決問題嘛 政府就會講要不要要政府幹什麼 對不對 好 昨天明天開始你就要成立第一個產業的後援會 是內科的後援會 因為過去我們民進黨好像也沒有市長候選人 在內科成立後援會 因為這邊過去也是比較偏藍 或是說可能是黃珊珊的一個大本營 那你是不是指導這個本營 那在選戰中似乎看起來包含像是內科等等交通問題 好像主導這些議題 其他候選人都只能跟著你來走 沒有在科技園區 那基本上我們的態度就來解決問題嘛 所以在明天我們到那邊去的時候 最主要是把有一些他們要產業發展的 那當然要併入我們在未來施政的藍圖裡面 那另外有關於交通 我們講說短期裡面 我們需要跟企業來合作 那部分就要跟他們來相談說 怎麼樣來做分流相關的工作 那需要政府怎麼樣的幫助 那一些短程的這些巴士 直達的巴士怎麼樣規劃 才能夠真正符合他們的需要 那至於他們在分流下班的時候 是採用怎麼樣的時間怎麼樣方式 那資訊化是不是要我們來做 這些都需要大家密切的來談 所以我們是成立這個產業相關的後援會 並不是所謂的一個藍綠的問題 我們是帶著解決問題的心態來的 所以大家就會成立